美媒說剝奪美國人擁槍權是社會主義議程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英文《大紀元》3月16日發文說 左翼民主黨人推出的種種控槍措施 是他社會主義議程的一部分 最終目標是要解除守法公民的武裝 從而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本文是由希望之聲翻譯,傳聞如下 3月11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兩項槍支管制法案 要求對槍支銷售做更嚴格的背景調查 包括私人槍支 維珍尼亞社擊運動協會VSSA副主席 兼司法主任亞當·斯說 擁有武器的權利是明顯屬於美國人的東西 他與其他槍支權利擁護者警告說 普遍的背景調查是向著最終目標又賣出一步 即解除守法公民的武裝 亞當·斯告訴英文大紀元 美國人關心個人自由 這是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 雖然在我們建國之初 歐洲人已經擁有槍支 但我們是唯一在憲法中明確表示 擁槍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 加拿大沒有、澳洲沒有 我們需要了解 這是我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維珍尼亞公民防衛聯盟總裁克萊夫 在接受英文大紀元採訪時說 如果廢除了第二修正案 你以為自己還有第一修正案 想都不用想了 你認為自己還有第四修正案嗎? 都不要想了 因為他們會辯稱 如果他們可以進入任何人的屋內進行搜查 就可以制止犯罪 他們還會有更多的東西 很快 你將會像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克萊夫補充說 不要以為那些事不可能在這裡發生 我已經看到了 我以前認為永遠不會在這裡發生的事 他們已經發生了 這裡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一迷站起來 被我們選出的政府代表我們 並保護我們的權利 否則 我們將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境地 他不會變得更好 克萊夫把槍支管制描述為社會主義議程的一部分 他說 左翼民主黨人似乎顯然在推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徹底的共產主義 武藏平民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不可能共存 我認為他們的長期目標是要有一群溫信的公民 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因為公眾將沒有反抗能力 最多也只是釘石仔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國家地區過去發生的事 克萊夫說他們在這裡賭時間 他們在這裡精心地設計 削減警察經費等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以及使民眾憤怒 這些都是在這裡煽動情緒 他說政府整理等待事情的發生 然後宣布緊急狀態或戒嚴令 從而聲稱需要暫時終止你的所有權利 亞當氏也表示同樣的擔憂 他說 政府知道一旦他們解除了守法公民的武裝 他們就有任意統治的權力 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 我認為瘟疫期間已經證明 美國人比我以前想像的更願意放棄基本的權利 去教堂、集會、去劇院或飯店的權利 每個人都希望安全 但我認為政府已經知道 如果民眾被恐嚇到一定程度 他們就會放棄任何權利 克萊夫補充說 他們的目標是解除我們的武裝 這樣他們就能夠推進他們的其他議程 這就是他們在等待的東西 他們正在全力設置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行動 毫無疑問的 維珍尼亞北部居民麥迪納 最初來自尼加拉瓜 他說他曾經經歷過共產主義政權 是如何奪走民眾的槍支 麥迪納說 他在成長過程中 是在西班牙耶穌會學校接受教育 他的基督教信仰幫助他抵制了社會主義的理念 而社會主義政黨的 雙迪尼斯塔民族解放陣線 通過一場革命 在1979年接管尼加拉瓜之後 他的很多朋友非常崇尚社會主義思想 在1984年他離開自己國家前沒多久 當時他二十多歲 他被告知他將被派往阿麥里克山脈 去和被稱為反政府的反對派部隊作戰 然後他將被派往古巴和蘇聯 繼續他的工程學教育 當時他在一家發電公司工作 他說雖然政府控制了媒體 但民眾仍然得知 很多進入山區的人沒多久後就死了 共產黨政權從1982年到1988年 恢復了緊急狀態法 在此期間 政府首先在1980年初 提出了槍枝回購計劃 這個計劃很受歡迎 因為人們需要錢 根據麥迪拿的說法 有些人將舊部槍賣給政府 或換來一百磅大米 然後政府開始沒收槍枝 有些人保留的槍枝 曾幫助了197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 但由於政府壟斷了彈藥 所以他們無法再被使用 尼加拉瓜人在2018年和2019年 只能用自製的武器抗議 要求民主 他告訴英文大紀元 他想和其他美國人分享他的經驗 對於共產主義 你必須多考慮兩至三步 經濟學家洛特表示 嚴格的背景調查 對少數族裔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各族裔中的人的名字 往往和其他人相似 由於過去的犯罪歷史 在美國有34%的黑人男性被禁止擁有槍枝 他們的名字最有可能和誰的名字混淆呢? 和其他想要購買槍枝 以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守法黑人男性 全美非裔美國人槍枝協會全國主席史密斯認為 國會眾議院的這兩項新法案 加重了他的社區中守法的槍枝擁有者的負擔 他在2015年創立了這個協會 協會目前有約4萬名會員 在全國有125個分會 男女組成各佔50%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會員 是在2020年加入的 史密斯說 最令人擔憂的是 大多數人在社會上一般並不感到安全 他們相信擁有槍枝會增加安全感 史密斯認為 非洲裔美國人是在槍枝問題上 不該做什麼的一個研究案例 如果你要自己的社區在經濟上不穩定 或者彼此之間不能保護 受國內恐怖分子或種族主義者的侵害 請確保你沒有槍枝 如果你想自己的男性和女性被屠殺 請確保你沒有槍枝 如果你真的想被一切都亂七八糟 請確保你沒有槍枝 史密斯補充說 正如我們所說的 當前美國非常堅強和安全的社區 是擁有槍枝保護自己的社區 他們可能不張揚 但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你跨過馬路 並在有槍枝的社區行走 你將會有麻煩 你會遭到一些反對 這些是好社區 如果你繼續推動注定要失敗的東西 那將會發生什麼呢? 你的社區會繼續淪落 全國射擊運動基金會 是美國槍系行業的一個貿易協會 根據他的估計 美國在2020年 有840萬人首次擁有槍枝 女性佔所有銷售的40% 與2019年相比 非裔美國人的扣槍量增長了56% 亞當斯說 新買槍者主要是為了自衛 事情發生之後警察才來 當以秒計算的時候 警察通常要在幾分鐘後才到 大家意識到 嘩!我需要做些事來保護自己 2020年 維珍尼亞州試圖通過一項 類似於加州參員 范士丹的2021年高擊武器禁令法案 這項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 但在2020年被參議院否決 赫萊夫認為 維珍尼亞的公眾抗議 是該法案在參議院被否決的主要原因 赫萊夫說 所有槍枝擁有者應該共同努力 保護自己的集體權利 不擁有槍枝的人 也可以從手法的槍枝擁有者那裡獲得倫理保護 所以每次選舉我們都需要全力以赴 我們必須在當地投票 並在每次選舉中投票 你才有機會投票支持那些 捍衛我們自由的人 史密斯說 我們有權為我們認為 非常重要的那些問題而戰 但是我認為 任何想拿走槍枝的人 當然也不在幫助我的最大利益 他們根本不在幫助我社區的最大利益 事實上他們並不關心我的社區 他們不在乎貧窮的黑人婦女或黑人家庭 這些人對暴徒和黑幫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他們不在乎這些人是否有槍 但是我在乎 所以我將為那些現在無法為自己而戰的人去戰鬥 背景調查只是第一步 最終目標是奪走所有槍枝 克萊夫說 控制槍枝實際上就是控制人 這名69歲的槍枝權利擁護者說 他在很多年前就觀察到槍枝安全活動人士 最初想將槍枝拿走 但由於他們意識到這樣走不通 所以就推出了折衷的版本 克萊夫仍然記得 凡士丹參議員在2014年 在CBS的60分鐘節目中所說的話 當時他說 如果我可以在美國參議院獲得51票的全面禁止令 那麼每個人 美國先生和美國夫人們 將他們的槍全部都交給我 我會做的 最終目標始終是相同 克萊夫說 最終目標始終是相同的 那就是解除我們的武裝 他用溫水煮青蛙來比喻當前的情況 當年來 他們一直在做控制槍枝的事 他們這裡做一些 那裡做一些 從來沒有大動作 但就有一個例外 那就是克林頓在1994年實施的 攻擊性武器禁令 這個喚醒了所有人 當法案通過之後 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付出了代價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毒藥 在那個之後 他們回到了緩慢地加熱 現在 控槍者又在全力以赴地加熱了 阿當斯說 攻擊性武器一詞 是槍枝控制集團的營銷術語 民眾經常對半自動槍枝 和軍用機槍搞不清楚 半自動槍枝每次扣動板機 就會射出一發子彈 而軍用機槍只需要扣動班機一次 就可以射出多發子彈 而不需要把手指從板機上移開 克萊夫說 當1994年通過攻擊性武器禁令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是機關槍 管制槍枝的人很高興看到這個混淆 他們還對此炫耀 他們是針對容易的事先做 即半自動補槍 阿當斯補充說 沒有經過政府嚴格的背景調查 並向酒精、煙草、火藥和爆炸物管理局 搖交200美元的稅 就無法購買機槍 而且只能買到1986年以前生產的這種槍枝 這類槍枝是收藏品 非常昂貴 槍枝管控集團發現了針對特定群組測試的語言 這些是美國人不清楚或者不夠重視的 主能媒體和槍枝控制集團使用相同的術語 而主能媒體不對他們的言論做任何事實調查 吉福德 預防槍枝暴力法律中心在他的網站上說 槍枝遊說團體最關心的是出售槍枝 而不是保護美國人的安全 他們積極推動基於恐懼的信息 即一些人需要一支槍來保護自己 而證據卻表明使用槍枝實際上增加了自殺和兇殺的風險 至於這裡所指的證據是什麼 吉福德沒有回應大紀元的詢問 經濟學家諾特說 如吉福德中心那樣的槍枝控制組織 經常談論大規模槍擊和其他類型的襲擊 他們不斷錯誤宣稱 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上 美國以某種方式領先於世界 根據他的研究 美國佔世界人口不足5% 而在全世界的群體槍擊事件中 美國所佔的不到1% 諾特還讚寫了更多的槍、更少的犯罪 這本書最初是1998年出版 後來又重版了兩次 根據諾特的說法 第一版用了約20年的時間 研究美國所有的縣 並考慮了很多因素 如執法、貧困、失業 和13項不同的槍枝管制法律 他的主要發現是 警察在減少犯罪方面至關重要 公眾擁有槍枝的智慧能力 亦震懾罪犯 諾特補充說 在2020年的聯邦大選中 單看國會的競選 彭博聲稱他在今次競選中 花費了約1.1億美元 而國家捕捉協會 只花費了約230萬美元 不僅是今次選舉 至少在之前的連續四個選舉中 你也看到類似的不成比例 槍枝管制集團說 槍枝行業的人賺了多少錢和其他東西 以及他們買了多少選票 如果花費就可以買到選票 那彭博和槍枝管制人員 現在就會擁有他們多年來想要的一切 3月11日 在眾議院通過的兩項法案之一 要求對私人槍枝銷售進行背景調查 另一個將背景調查期 從3個工作日延長到10個工作日 當日 加州民主黨籍參員范士丹 和羅德島州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西西南 提出了2021年的攻擊武器禁令 范士丹是1994年 最初的攻擊武器禁令的主要起草人 二行禁令在2004年到期 他的目標是半自動的攻擊武器 包括廣受歡迎的AR-15 以及能夠連射十發子彈的高容量彈甲的機槍 這項法案還包括半自動槍枝的回購計劃 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和參議員桑德斯在內的其他34名民主黨參員 共同提出這項法案 諾特告訴大紀元 眾議院這兩個法案的未來可能會遇到核阻撓 這將需要100名參員中的60票同意才可以通過 但是參議院可能會引入核選擇 令它能以簡單多數結束核阻撓 諾特指出 在奧巴馬政府期間 2013年的一項行動 《額流點》 是未來槍枝管制措施的標誌 這行動對與被視為高風險的商家進行交易的金融機構進行調查 包括槍枝和彈藥銷售 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2014年的一份報告發現 這行動導致一些銀行 終止了與大量完全合法的商家的關係 諾特指這是政府用來追捕恐怖分子的行動 現在被用來追捕守法的公司 當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後 他立即結束了這個政策 並開始精簡法規 官僚機構緩慢地進行監管改革 他們已經在11月制定了最終的規則 但是他們必須在聯邦記事上公佈 他們應該在2月初公佈 但拜登政府在發布前就撤銷了他們 所以他們可以迴返 或者他們已經返回過去了 彭博新聞社和Quintilian Media的合資企業 Bloomberg Quint報告說 最終規則的發布在2021年1月暫停 民主黨參議員克萊默在3月3日推出了銀行公平法 以解決暫停發布最終規則所留下的問題 3月10日 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巴爾 在眾議院提出了類似的法案 今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